音乐 精锐建设在这二十年来 我们推了四十几个风格不一样的社区 那大部分是集中在集齐 有奢华的 有精致的 有跟国际团队合作的几个个案 但是一直始终做不到的就是 在集齐我们没有办法取得 一两千坪以上的大基地 所以在风树里 这一个地方 我们买到了这一千多坪的土地 第一个想法 我们就是想要规划一个 在集齐没有办法做到的 一个社区规划 旅建筑的规划 我们希望让住户可以每天在这个社区 就像在旅行度假一样 我们可以以所有公路设施的设计 让住户在花园泳池办party 可以在宴会厅 KTV 当成是私人的招待所 还可以在我们的lounge bar享受美食 而且蔬菜还是我们社区自己农场种的健康的蔬菜 那当然还是不要忘了要运动 所以我们有很完整的健身房 我们有SPA区有烤箱 今天是我们旅建筑交完屋第一个月 所有的住户聚在一起 那所以我们帮我们的住户办了一个灰娘家 欣赏音乐的活动 关于这个李建筑这个案子 盖好之后比我当初购买的时候 实在是让泰兰人惊艳了 对他的公社 每个人朋友来看都非常的喜欢 新居入住的音乐会 让我们充分的享受VIP的礼遇 就在我们阳台上往下看 看这美丽的游泳池跟外面的风景 让我们觉得很棒 大家觉得很像在度假的感觉 可是我们是回家的感觉 觉得这个音乐会让我很感动 而且里面呢 觉得非常的温暖 因为我发现很多好邻居都一起来参加 那非常谢谢金瑞的用心 我们的客户啊 回应给我们的 我们也非常的有成就感 不管是在针对我们整个社区的 公共设施的规划 还有外观的设计 我想客户大部分给我们相当大的肯定 可以让住户住在这里 每天都可以放松 在这边生活 就如同是每天都在度假 所以我们叫做旅建筑 就是每天都是在旅行跟度假 就是每天都是在旅行跟度假 的旅行 是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